好,那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种方式 叫批音联想法 有人说老师啊 批音联想法到底有没有理论依据呢 什么叫批音联想法 对不对 大家知道你们不陌生的 有人说为什么 因为我在前面讲一个单词叫做脸色红的乐观的 就是用批音联想法来给大家讲的 批音联想法到底有没有理论支持呢 有的 因为有些单词呢 就是来自于海批音的 比如这些单词你们认识吧 有人说上海 上海那我为什么不大写呢 对不对 第二个 我现在讲的是托夫的八千单词 我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个上海给大家讲出来 如果讲出来是不是有修人的词汇量呢 对不对 它是呢一个极不动词 记住哈 它表什么呢 叫欺骗伤害和诱拐的意思 是我们呢 中国劳工呢 对英语发展去说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劳工呢 到了美国以后会讲将来时 但是呢 还不会讲欺骗伤害和诱拐 所以一激动就说 I will 伤害 you 好 所以呢 说多了 被搜入到自己里 现在变成一个单词 叫欺骗伤害和诱拐猫人 看到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劳工做的贡献还少 对不对 如果呢 把每个单词都变成我们的汉语拼 我们就不需要背了 是不是 如果你是个上海人的话 千万不要说自己是个伤害额 为什么呢 它表示的是骗子 看到了 就是这个单词叫骗子 叫伤害额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知道 P的联想法 对不对 好 可以看一下 我们说这种单词呢 我们还会见到谁 这单词是什么 它表示的是计划表 时刻表 对不对 这单词可以怎么背 可以这么背 S讲成死 后边拼一下什么呢 吃了车 对不对 再拼一下什么呢 得无堵 再拼一下什么呢 勒 对不对 我们说该死的车呢 又堵了 对不对 我们不得不改变 我们的计划表 时刻表 叫schedule 该死的车又堵了 叫死车堵了 叫计划表 时刻表 看到了 大家知道呢 这个点呢 我相信 在北京体会比较深刻 北京被称之为堵城 你们知道吗 也算叫做 经常呢 马路上塞车是非常严重 我们曾经试过 15米的速度 在四环上前进 看到了 当时挺痛苦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北京呢 被称之为堵城 叫小堵移情 这是北京经常遇到的事情 所以有一句话来描述 北京的公交系统 是这样 北京的交通系统 是这样说的 当我们赶到动物园的时候 豪数都已经进化成人了 你知道堵多久了 所以呢 该死的车又堵了 叫计划表 时刻表 叫schedule 可以作为动词讲 表示的是设置计划 be scheduled to do something 同时为名词讲 叫计划表 时刻表 好 幸运单词的认识吗 Pajama 对不对 这单词呢 有你来背背 他表示睡衣 告诉我 睡衣什么时候穿的 对吧 睡觉时候穿的 千万不要拿他 穿来跑步 是不是 你看单词告诉我们 叫做 papa 机衣啊家 后背是妈 对不对 怎么说 趴在家里的妈妈穿的 所以呢 叫做 计划表 叫做睡衣了 是不是 那我就见过 在中科院门口 一个女生 穿着一个睡衣 下面穿的是呢 球鞋 一路狂奔 还是那种睡衣 什么睡衣呢 是有披风的睡衣 人在前面飘 跑出睡衣 披风上后面飘 什么感觉 侠女成恋 就这感觉 所以你看 那么睡衣什么 一般来说 为什么讲这个呢 因为睡衣一般来说 有几件套 所以呢 Pajamas呢 表示是睡衣 见的是最多的 趴在家里的妈妈穿的 看到了 好 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前面单叫做 发米 叫什么呢 饥荒 对不对 那这次准备呢 很好呗 前面是发 今天是米 后面是个呢 对不对 每当饥荒来临的时候 政府在干嘛 开仓发米呢 发米 开仓发米呢 好呗吧 把它放在几杯 有点叫饥荒 它的动词会写吗 叫做发米 这是我们的饥荒的动词 叫发米 使鸡饿 对不对 发米呢 对不对 以后啊 吃饭的时候 每吃一口喊一句 发米呢 就差不多了 好 新米单叫做三个月呢 是不是 叫脸色活人的乐观呢 这是我们的拼音法 笔一单词 非常非常好呗 好 我们呢 下课稍时休息几分钟 好 小修回来以后呢 继续给大家继续讲 我刚才讲了三种计单词方式 一叫拆分法 二叫写音法 三叫做拼音法 是不是